110 頭條日報 北門增發牌大嶼山的士霸駛 2015年7月18日港民P 24大嶼山有的士團體 北門政府計劃增發的士牌照,認為會進一步影響生計 作發起霸駛兩小時,二十多兩大嶼山的士 作在東中港鐵站外發起霸駛、建圖 並在車身貼上強力抗議、濫發牌照 影響生計、打爛飯碗標語 抗議政府計劃新增二十五個的士牌照 令大嶼山的士牌照由現時五十個增至七十五個 發起行動的大嶼山的士聯會指 現時的客源主要集中在假日 平時人流十分少 擔心增加牌照後現有司機收入大減 形成惡性競爭 由至於政府堅持一次性發牌 不排除萬洗抗議 寧寧隨時 入口中 光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